到來一看見 帶您會用臺灣 會看全世界經濟核心地庫 針對全球生化成本上昇的報告 美國紐約和新加坡 是全世界生化成本上昇的都市 其中在前十名的都市 美國都三個 這個來用 我們繼續給時間 到記者上岸石 岸石請說 是主播 環環亞島市 燈光閃閃市 要讓他們給時間去 一問想到你 到底這個環環亞島市 可能真的可以每天跳恰恰 今天大事情要來關心說 世界過得好嗎 你過得好嗎 其實現在全世界生化費過三三 今天上次報告出來說 來看最艱苦的競爭是這個美國 是這個女優池 剛才是六三紀第四名 還有九年三第八名 美國這麼多的都市都擺有中名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美金又有同學碰到 不僅是這個紐約 還有這個新加坡 兩個社區作為第一 也是很害怕人 全世界最貴的也是他 過去十年裡面 有八年都是第一名 有一個報告 是這樣的分析 說是怎麼變成這樣 說是這個黑客人戰爭 跟這個共產人亂起有關係 因為這個希望國家 對五六四制裁 另外這個中國也有關係 疫情的原因他要清零 這個政策也會這個共產人來出問題 更加上這個人越來越高 會越變動 所以全世界出現這個 生化成本的危機 今年調查起來 一百七十二的三次 平均的生化成本 是這二十年來 最高的一次 平均是 起到八點一% 我們跟我們看 其他的國家 拜在前面的 今年第一名是 這個以色列第二大聲 特拉維夫 今年是拜第三名了 這隨時的蘇利克跟 你內外外外第六第七名 巴黎白第九名 二... 這個二九的這個 雪梨山白第十 丹麥的 根本的哈根也是第十 其實我們想過 這個黑酒的東西 幾三三 其實這樣看起來 也不一定 再來看到 我們的黑酒 黑酒的聲音 都是比 其他的地方 不會說起到 這麼快 生化的新聞 只有起4.5% 這其實跟各國的政情 都有關係 但是這個中國 最多的來的土地裡面 全世界的白名 有越來越頭情 其他像這個 日本東京大阪 因為這個 利率保持比較低 所以說 他們的生活 成本也白名 也比較落下去 落到這個 24名 33名 說到我們台灣 我們不知道說 是別人比較難過 還是說 我們真的有比較好過 台北今年是 白六四名 九年五十三名 台中 高雄 都是 第九十名 比九年還落一塊 九年是 六十六名 七十一名 最少在這個 西里亞首都 大馬四格 還有這個 利比亞的 利波尼 全世界 新聞有比較多的 就在這兩個地方 這是不管 是鬼還是色 生活新聞 也不一定 跟你的生活品質有關係 所以說 也要問問 別人阿軍是 穿西米勒 我們的阿軍是 不會穿鵝 最重要的事情 時間下注目